就教大家一个更重要的发力模式 你如果不知道正确的发力模式的话 你的杀球永远都不可能杀得好 我们今天希望能够让大家 学到我们正确的发力模式 让大家的杀球立马就可以 率爆全场 响测全场 好吧 来 首先我们在杀球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们杀球 为什么总是感觉用尽全力 但是杀球的球速还非常的慢呢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杀球的时候 你们总是觉得用的力量越大 杀的越快 其实不是 当你们特别想用力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当你们特别想用力 你的手臂就会崩得特别近 手臂崩得特别紧的时候 你的挥速就会变得特别慢 对吧 所以我们在杀球的时候 你要主题 我们决定球速 要么的杀球变得更快的是什么 是我们在击触球的一瞬间 这一瞬间的挥速越快 我们的球速就可以越快 那什么决定我们这一瞬间的挥速更快呢 很简单 那就是我们要想办法 要我们的手腕手指在抓紧的这一瞬间 力量尽可能大 但是你光用手腕手指 又会发现这个力量很小 因为它这个肌肉群小 要怎么做呢 叫好拍子之后 要把我们的手臂当作是鞭子的三节 大臂第一节 小臂第二节 手腕手指第三节 然后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要什么 要我们的大臂和小臂 能够给到一个向下的惯性 要我们的手指可以顺着惯性 再去抓紧 这时候 我们的挥速才能够提升到极致 那怎么做 我们需要在叫好拍子之后 先用大臂发力 向前摆臂 给上第一段惯性 然后小臂再顺着惯性 再往前摆 给上第二段惯性 这时候 你的大臂和小臂 给上两段惯性之后 你的手指是不是就可以顺着我们的惯性 怎么样 瞬间抓紧 将你的拍面转正 将你的力量给爆发出去 对吗 来给他看一下 我们三段边耍的威力 首先是你们用尽全力杀球的感觉 用尽全力 发现这个球是很慢 但是你把这个三段边耍用出来 三段边耍 再一个 好吗 当你把这个三段边耍用出来的时候 你的杀球就不可与同日而语了 好吗 非常非常重要的法力模式 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会